即时新闻综合报道,有限电视分组付费将上路台联呼吁立愿各党团坚守修法医治严防交价竞争。 针对NCC即将完成审议公告,时有限电视分组付费制度在2018年上路台联今日呼吁立法院各党团坚守当初修法医治监督NCC严防业者恶性交价竞争, 并力促解决系统垄断及频道上架不透明的问题。 台联主席刘依德表示,2015年12月18日光电三法修正案在台联不习御师巨坟以杯格总预算案及其他民生法案的压力下,让立法院完成三读,有限电视分组付费制度才有机会于明年上路。 刘依德说,目前业者所推出的分组付费案低价组合频道虽然符合至少23个的标准,但扣除必在频道,多为冷门频道,热门频道都不在其中,而最低价的188元也嫌太贵。 刘依德说,台联目前在立院虽然没有席次,但仍相当关心有限电视分组付费制度发展影响消费者权益,因此呼吁立院各党团应该坚守当初修法之良善美意。 监督NCC严防业者恶性肖价竞争,劣币驱逐良币,以免实施分组付费制度之后,广大消费者为真实受贿,翻售其害。 当初参与广电三法修正案协商的台联前立委赖正昌,叶金灵和周尼安三人更忧心忡忡,他们一致认为有限电视市场结构性的缺陷,包括系统垄断及频道上架不透明问题。 如果没有一并解决,有限电视分组付费上路后,未来业者恐会将冷门频道全包装成基础频道套餐,热门频道则代价而沽,衍生成恶性肖价竞争,最后消费者仍是受害者。